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少代入感 依旧是在看他人演戏 而西方通俗小说许多都是其事有利 写出来虽然是第三人称 却是第一视角 让大家看得见 摸得着 有代入感 金庸的小说有代入感 就在这点 他在小说代入了一个主角视角 而主角并不知道一切 由此而有悬念 由此才引入上 就好像必须见林承治慢慢探索到温家的秘密 金狼蛇军的隐线 满清的谋划 等于是借着袁承治视角 带你看明朝最后几年 摄掉英雄传等于是让你带入孤近视角 目睹成尼斯汗的创意 塞北江南 认识红荣 经历东西西毒 南地北盖 最后化身软件 陆顶记更是以伟小宝的视野 带你观赏康熙 从平奥拜到平三番到平台湾 金庸用了大量西方技巧讲故事 尤其学大众马最多 必须建立《连承治替焦宫里解围》 是基督神伯爵为莫雷尔解围的翻版 《连承觉敌云狱》中得知真相 也是基督神 射雕里红旗公得意不被诈权而死 缺乏于二十年后 但是向射雕里密尸疗伤 全是舞台剧手法 雪山飞狐全部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 凭借着大家的叙述 完成前后二十年故事的描述 更是大众马都难以操作的高难度技巧 它将各种问题讲故事技巧融会到极致 这只是其中之一 其次便是文笔好 如果说讲故事技巧是吸引别人继续看下去 那么文笔就是把人留下来 稀稀品味 但很多时候 除了干巴巴一句文笔好 似乎很难具体谋述 经由文笔究竟好在哪 今天我们便来仔细说说 阿浪先为大家普及个概念 叫做西式中文 简而言之就是语法文笔风格或用词 受欧洲语文影响过分的中文 传统中文使用借词 背 得 把之类 而西式中文对这些却用得很多 阿浪给大家举个例子 传统中文会说 照明靠在他肩头 而西式中文会说 照明靠在他的肩头 前者意境更美 但后者更直白偏向高语化 其实金庸对掌握中文语言 与当代小说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他的语言不受西方语言的影响 不耐用借词 不使用西方语言的语化结构 金庸自己也曾说过 他在作品里刻意避免西化用词 举个西式中文的例子 近代作家鲁迅的纪念流和真君 作为对比 下面是金庸的以天统计 可以明显地看出 鲁迅文法的借词和注词非常多 上面一小段里光是得字就有13个 而作为对比 金庸的文章中的得字只出现三字 鲁迅的文章非常强调语法逻辑性 和借词的指向性 所以文风让人感觉很药 但这里要说明的是 纪念流和真君不是小说 两篇文章的文风 还和别的因素有关 这里主要是为了对比语法 而没那么西化的中文 就让人感觉非常柔软 非常顺滑 就比如金庸先知的文章 那是因为中文是我们的母语 纯正中实语法 肯定更解解我们意识 再举个当代例子 莫言的挖在题材上 和倚天图龙记一样 都有小说 作词借词很多 翻译成英文 甚至不用改变允许 那是饥饿的年代 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世界 大多与之有关 It was a time observation Since I remember most all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eating 用金庸的笔法看 哇有些句是 比如我们是1960年秋季 进入大英兰小学的 是不必要的 可以直接说 我们在1960年秋季 进入大英兰小学 对于今天大多数普通人 西化中文是深刻在脑子里 已经无法改变 当然不论是金庸的行人流水 还是鲁迅的严密鲁迹 文笔只是各有不同 并无高下之分 而这种新史周文 也是为何很多人 读不下去翻译版外国名著的原因 译者对于翻译直取原文 生硬地把所有意思 拼凑成一句话 语光中曾经在 翻译乃大道中说过 直译原意 不要直译原文 否则就会变成此译 直译 翻译枪令很多人都生无痛绝 金庸用白话文 虽然被王术吐槽说是文杨文 但金庸好在没翻译乡 而且是在汉语读者能接受的情况下 最为简洁通俗些吧 金庸对这点是有充分认识的 《非胡外传》后记里他说 这部小说的文字风格比较远离 中国旧小说传统 现在并没有改回来 但有两种情形是改了的 第一 地话中删除了 含有现代气息的字眼和观念 人物中的内心语言也是如此 第二 改起了太系文章的 类似外国语文法的句子 我们来看《非胡外传》最后哪段 胡飞承重人心承未定 回刀杀上 当郎当郎几声响住 三明五是冰日血断 两人手臂暖落 田归农横刀卓制 胡飞举刀一歌 争生清晓 生如鸡盘 永久不绝 两人越开三步 就欲光下看手入刀时 都是丝毫无损 原来两口宝刀正堪匹敌 没有心理描写 全是干净漂亮的肚子描写 肚子密集 画面描摹精细 仅有的特写镜头是刀钩流水 在冷月下流涨不定 仅有的防白是 原来两口宝刀正堪匹敌 和田归农的宝刀 虽和他各不相下 但刀法却大大不如 他以擅实的长剑和胡飞相动 尚且不及 何况疑己之短 功底之长 这是很精纯洗淀的文笔 而描写描夫人男男的复杂心理 更是一句话的事 只用一句话和一个动作 就完美描写了一个人内心 他悠悠处道 要明白别人的心 那是多么难 他常常地叹了口气 管不远去 这就是描摹场面的高手 不靠说明 而靠动作和场景动人心 至于读者体会到什么 是读者自己的事 金庸不负责做旁白怪书 他只是把故事讲得栩栩如生 如在眼前罢了 有十分力 十一分 不煽情 不配话 只描写动作与场景 于是举重若轻 于是行云流水 于是场景自然动人 但是在文笔叙实技巧背后 更为本质的在于情节 阿朗以为 很多人因为 小说情节结构太完美 容易让人记忆 就低估他 这是极大的误解 他们唯一罪过的是情节太典型 说白了就是金庸讲故事太好 从小到大 让人在不惊一见 看到了整个江湖的奇跡 他讲的故事娓娓道来 让人不惊一见 就不如江湖 才给人一种 这很简单的错觉 我们也以天为力 分析一下金庸是怎样推进去想的 十四本书 首先都是小处卓少 引出一个相对较小的事件 于代言争夺图龙刀事件 并引出了图龙刀 进而是更大的事件 于代言两度被害 张翠山下山 再者是龙门标局灭门事件 张一杰时 接着便是王盘山事件 谢迅登场 接着是海难事件 三人漂泊到冰湖道 在岛上很有气味的求生描写之后 便是张武济出生事件 这里谢迅发疯 导致情节贡人心弦 再然后张翠山一家返回中途 武济泄露谢迅行足事件 接着便是渔连中送选事件 再之后就大高潮张三峰受验事件了 故事到这里已经精彩分成 可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 故事甚至是从寿宴事件之后 才算开始的 甚至从光明顶 独条六大派才算开始 而结论似乎也很明显 金庸作品的剧情 满满当当都是由 纯奇性质的大小事件组成 人物奇迹第二 这也是阿朗认为 读过一遍金庸 便能够复述其情节的原因所在 也是其精彩流畅所在 从一个人物 引出一个很大的事件 从一个事件展现 故事舞台的一个侧面 在这个侧面里 正是美学主角 使主角的命运不断变化 并经历更多的大时间 从而完成 对整个舞台的刻画 就好像于代言 引出了屠龙刀事件 屠龙刀又引出了 一个武林秘密 于是形形色色的人物 开始登上舞台 如此再加上 手术刀一般的文笔 伯纳古今的迅速技巧 人物塑造 便造就了如今的 嘉义护手金庸 而金庸还有一个特长 就是语言的镜头感 他曾经做过编剧 所以描述语言画面感 他极擅长 用一两种镜头 来刻画范围 甚至依据镜头上的畅快 来安排人物举动 比如说周芷若之名的 《问心有贵》一段 他环境描写里 只寥寥数语描写的白描 也会让读者 在脑海当中 过展出最生动的画面 当金庸的小说 成为了一种经典 可以说是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人 狭义精神 也传承在每代人之间 这是一种联系 更是一种传承 而讨论最多的 还是金庸给我们留下的秘密 和未解之谜 所以各位兄弟 有什么好选题和未解之谜吗 阿浪最近脑子一点空了 需要大家的帮助 有什么点子 或者想知道的事情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